他真的很惭愧的 昼夜晶晶当座就望远 到底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我拿什么心跟梁花园点心呢 最后他静坐 静坐 静坐 静坐了三天后 他突然想 哎呀 我有点真 他又来了 圣主啊 你好 你好 是不是你又来了 你想通了没有 他说我想通了 他就在家里面 金刚经说 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请问你拿什么心 来化圆点心呢 那个法师家说 我啊 就拿当下这颗心 来化圆你的点心 包子都拿几个吧 他就懂了 最后呢 那个师傅就跪下来 就供养舌头 所以可见 金刚经 忽略法本 在东土大处模仿呢 使得到很大的 供养的利益 但是师傅要提醒你 金刚经本身很好 我自己也读过 我也讲过金刚经破空论 甚至呢 我还讲过 将来有机会 要讲小品波论经 或是大致顾论 可是我会觉得 现代人比较不受用 为什么不受用 平常你可以继续念心经 你也可以继续念金刚经 可是你没有基础 你要从净土中的 光无量寿佛经 静夜三复开始修 效仰父母 奉世师长 慈心勿杀 修始善业 这是人天证的 第二个 受持三规 聚足中介 不犯威夷 这是生文证的 第三个 发乎低心 生性因果 对不对 劝尽行者 独送大乘 让这全部条件都聚足 你修金刚经 你就会得到受用 不然你们现在都喜欢 尤其讲空 我觉得华人超喜欢讲空的 还有动不动就讲禅 这个也是禅 那个也是禅 都是空 都不禅 病痛的时候 你都做不了主 这是师父跟你讲真话 禅很重要 我昨天讲六度波罗蜜 你要学禅做 但是他要有基础 不失持戒 忍辱精进 不失持戒 忍辱精进 如果你这四度波罗蜜都没有 你修查了 不贪得到利益 最多只是心闻能进 还有些连友很喜欢金刚经 动不动就跟我讲说 师父 因无所助而炫其心 然后就很骄傲地觉得 以为他懂得一切的头发了 谦卑一点 没有错 金刚经历代的主持 都很喜欢用阴无所助而生气心做开示 但所有的金刚经不是只有讲这句 我要鼓励各位 你应该去念小品波罗蜜精 十卷本 丘莫罗神翻译的 我三十卷 摩克波罗蜜精 我去读道智都论 这些书诀 在吉隆坡文书书店有卖 将来再读道智都论 在读六百卷大佛蜜精 为什么要鼓励你再多读呢 因为金刚经很好 但是他没有讲着魔 他没有讲阿匹马智 他没有讲如何降魔 没有讲空 无相 无怨 三其托门 这个都讲在般若经理 了解吗 而且金刚经 现在不但福教徒可以讲 道教徒也可以讲 一贯道也讲 都是乱乱讲 讲到最后呢 道传在家人 道已经不在诸家师父身上了 这些都是违望金刚经的 所以因为太简单 太深奥了 所以你就可以乱乱讲 所以调伏你的心很重要 请看万灯片 我们的心念如什么 无尽的瀑布 这是我在中国九寨沟 你看当我们发起一切来的速度 是不是像这样 对不对 你看我们的心 对不对 像皎洁的月亮 做比喻 月亮本身没有银色 可是海水是蓝色的时候 月亮就变成了蓝色 再看 当夕阳西下的时候 对不对 太阳光反射的时候 你的太阳月亮 月亮就变成了什么 黄色 再来看 我们的心像清静的月亮 那前面有乌云 乌云会遮复它 所以我们的心 那是晴时多云 后遮复 对不对 下午就下很大的鱼吗 对不对 我们心情好的时候很愉快 对不对 吃华 马来西亚的 叫做old coffee old town white coffee 都很开心 对不对 你心不高兴的时候 你喝英国最高级的咖啡 你也都不高兴 所以 可是现在有个问题来了 你看 我们的心像乌云 清静的凌月 乌云挡住的时候 其实我们月光还是在的 只是暂时被挡住 这个乌云代表说 我们贪真知的烦恼 现在有个问题来了 怎么样让乌云走呢 风一吹 请写下来 风代表发怨 你发怨的大悲怨力 就会把乌云给吹走 所以为什么要你发怨 为什么 普贤持大怨 凡夫怎么样把你心中的这些乌云 给去除呢 有很多方法 最快速的方法 是发怨 所以风代表大悲怨力 所以这是要讲 普贤持大怨 它可以把你的乌云都被吹走 接下来再看 我们的烦恼与西气陷阱的时候 就像星球被折住 这是月亮跟太阳 如果简单讲 地球九道行星在旋转的时候呢 月亮跟太阳会靠近一条线 就会有一半被折住 古人他不知道 他叫月亮会被折住 叫天公之月 至少要拿这个天 咚咚咚咚咚咚 ... 要把那个苡一些狗赶走 其实你 Really 敢不敢呢 其实日全时 待会月亮就出现 好吧 现在科学知识比较好 好 现在有的问题了 你发起脾气来 你的心就像地球会遮住 четы 在这里有一半的念佛的里面,不用念佛语议,会比较清楚 比如说你家里很喜欢放念佛基,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或大悲神咒,对不对 阿弥陀佛,在念佛基。 结果泰坦下了班,回来很高兴,煮了老公最喜欢吃的果条,煮了给她 結果他不知道今天老公出去外面工作的時候 被老闆罵了一頓 結果回來天氣很熱 心情又不好 就問了 老公你回來了 對不對 我煮了你最喜歡吃的果條給你吃 又什麼好吃的 吃久了都變果條仔 哎呦 請問這個老公今天做果條高慢一點 他也不知道 然後幾句話就開始吵起來了 那越吵越拿聲越滑下的 吵完以後老公看了說 我今天不教你吃飯了 所以你也把碰的就出去了 他老公也很難問 哎呦 怎麼辦呢 我剛才好心的了 上了班 回來去超級市場 還買果條 還買蔬菜 還他最喜歡吃的蛋糕 我主要給他 這個我們可能更年期到了吧 對不對 然後呢 結果就很難過 他坐在那邊 他就給我眼淚 這時候他就突然聽到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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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個很真實的例子 很多人都會發生 這說明什麼呢 剛才你吵架的時候啊 你是聽不到符號的 你念佛記並沒有關掉耶 真心一起的時候 就蓋住了你的心啊 假如蓮永你有這樣的話 師父真的要提醒你 你要懺悔 你很難去极樂淨土的 也就是你貪真實的煩惱很強 當貪真實一起的時候 佛的功德力 你萬丈光 無量光 無量瘦的功德力啊 很大 敵不過你的業力和真心啊 所以為什麼說 你命中的時候 我們要去幫人家注念 是注念 注念 是幫助他提起正念 假如他自己昏迷了 或煩惱了 生起了 他一樣呢 是會昏迷的 還有現在台灣 多說幾句 台灣現在我們還做 現在調查 就是我們注念 不一定念阿彌陀佛 我們會跟家人商量 平常使得說 說要念鑰匙佛 我們就幫他呼應 鑰匙佛 因為講 Opening Mind 只要他平常念六字道明咒呢 我們就會念六字道明咒 只要他喜歡 喜歡念觀世音菩薩 就幫他注念 所以注念前 要先跟家人溝通 我們要做調查 我常常說一個笑話 有一個老胡扇 他是念地藏胡扇 而且突然昏迷 心肌梗塞 很多人敢來注念 他還沒走 念一念 他突然起來 吵架了 我不是念阿彌陀佛 我是念地藏佛菩薩的 你念錯了 結果他的心肌梗塞 因為他在注念 突然他的心 血管 通冷了 他就活過來 大家嚇死了 也有這樣的例子 他去念地藏胡扇 那你就要幫他注念 所以我也希望 如果成立注念他的話 你應該先尊重他 他原來念什麼的 你幫他注念 不一定要強迫他念阿彌陀佛 道成經論說 念一佛名 一菩薩名 都讓可以讓你入面 多三個道 接下來再看 我們心念電話上 出一到十五的月亮 對不對 是不是 我們若不修行 若我們不控制我們的心 常常我們的心能夠非常的亂 是不是 所以 修行很重要 接下來再看 第五段 大悲行 羅羅尼經指出 大悲觀世音菩薩 大悲觀世音菩薩 大悲觀世音菩薩在十方諸佛排行房 是第一名的 他跟大悅 地藏王菩薩的功德力都很大 一貫道道教 民間宗教 偷拜觀世音菩薩 為什麽 因為大悲觀世音菩薩的功能力 你看這張 是敦王的壁畫 背後 牽手牽眼觀世音菩薩 注意看 中間觀世音菩薩是長骨子的大張膚下 前面是同流經的準啤菩薩 我現在來考考你 請問 觀世音菩薩是男生還是女生 用來的嗎 第一 你覺得觀世音菩薩是男生的 待會去舉手 第二 觀世音菩薩是女生 第三 觀世音菩薩可以變男生也變女生 第三個答案 第四個 觀世音菩薩不男也不女 這個比較難聽 應該說 離開男眾跟女眾的相的執著 我再講一遍 第一 你覺得觀世音菩薩是男生的 第二 觀世音菩薩先女生 第三 觀世音菩薩可以現男生又可以現女生 第四個 觀世音菩薩 不是男生也不是女生 不要念不男不女 這樣不好聽 因為黃文不男不女是不好的意思 是說 遠離男眾相跟女眾相的分別 好 請舉手 第一個 觀世音菩薩是男生的人舉手 沒有 只有三位 那其他人怎麼不舉手呢 你看 旁邊的大張不像 觀世音菩薩是男生 第二 觀世音菩薩是現女生的 請舉手 女眾 舉手 舉高一點 舉個都來看一下 舉高沒有關係 舉高一點 好 好 然後有三位 對呀 很多你要個觀世音菩薩 不是都是女眾相 比如說 八一一鬧事 就是女眾相 第三個 你覺得觀世音菩薩 可以現女眾相 也可以現女男眾相 和女眾相 請舉手 第三個 好 也不是女眾 離開男眾 跟女眾的分別 性別的區別 請舉手 好 各位答案都沒有指會 答案四個都對 剛剛他說 對四個 是 動動腦 第一個 觀音菩薩要不男居使 他一定現男居使者 觀音菩薩為什麼會現女眾 後面獎金我們會講 在中國明朝以後 眾生很普 宋元明戰爭很多 觀音菩薩大部分都現願於眾生 代表母親 大悲心 救度一些眾生 第三個 你會答 觀音菩薩又可以現男眾跟女眾 那就像鏡子一樣 千江有水千江月 他可以依你 和英語而生得度 英語而生的會說法 所以大部分的靈友都選第三個 其實也沒錯 其實以般若的角度來講 答案是第四個 觀音菩薩像慘龍一般 是透明的 他沒有男眾跟女眾的性別的差別 我說 昨天有個小朋友問我師父 請問 觀音菩薩是男眾還是女生 他上面有沒有靜雞 我說 觀音菩薩沒有 他說 那他怎麼辦呢 我說他不是男生也比你女生 小朋友問他說 那他上廁所怎麼辦呢 我原來問的 一頭不熟 我說 將來你講 哪個可知道吧 其實小朋友都會問男生跟女生 是因為我們反覆落在冷手的對立 觀音菩薩像鏡子一樣 是透明的 是沒有男眾跟女眾的分別 所以你看到 這裡敦王的造型是大張多像 師父自己弄 我比較喜歡弄這樣 代表三十二相八十種好 他代表是勇猛的菩薩 以後有機會給你看 好 觀音菩薩 請看第四個講義 第十三頁 第八 具有某種程度如來賬的親近性 比如說當我們要講 發心 發無上無敵心 禁谷中講 清淨平等絕的心 這些心 都是有部分不來賬的心 比方說 大悲心 羅羅的經 指出大悲觀世音菩薩的心 有十種相貌 這十種相貌也非常好 這十種相貌也可以做三天到五天的演講 他一出之於大悲心 你看我們念大悲觀世音菩薩 各位都念大悲仇 你念觀世音菩薩身 請問你要 檢查自己 你有沒有這十個心 第一個 大慈悲心 第二個 平等心 把平等心畫起來 做個記號 華焰金第一個修理 敬諸佛 就是要修平等心 這是很難修的 好的壞的 你在家出家的 第三個 無為心 無為心就是沒有造作 無為心 第四個 無然 左心 我們華人都喜歡假假的 對不對 其實宣布不用假假的 第一 自然跟恭敬就可以了 有些人很喜歡 在師父面前 表示很裝不甜 其實不要假 你假的很裝 那你來幹什麼 不需要包裝自己 聽好華人很喜歡這樣 有一次我媽媽就跟我說 師父你怎麼可以這樣講 叫人家不要假假 因為大家都在假 我們這個社會就是這麼假 我說 因為假假假的染灼心 或複雜的心 這是輪迴的意 你要繼續輪迴 所以大家一起講吧 你要放下自己很多的面具 當然注意聽 不要假假的 並不是說真話去傷害別人 而是不要包裝自己 各位也知道中國有竹筍嗎 有滿菜竹筍 一層一層的 你把一層一層的皮剝掉 你才可以看到原來煮手 你才能做菜 現在有很多華人 就像煮手一樣 包很多很多 都喜歡包裝自己 看起來很莊嚴 對不對 不要學莊嚴 比如說師父啦 站在那裡 哎呀這位臉咬啊 對不對 你修得很好啊 對不對 你修得很好很經濟 師父沒有了 老經理心裡好高興喔 待會出門那時候 走到樓梯一講就鳥到你 這就是呢 你犧牲你很在乎 有些聯友也是這樣啊 親近師父 有些師父很好心 要磨練他 磨練他洗劫 講他幾句不高興喔 他就過來不好 過來也很好 眾生難度啊 你要想 你今天學活 不是做給師父看 也不是做給聯友看 你是要給自己看 所以 吾染著心 告訴你要 放下你 屈尾的面具 知道嗎 第五個 空觀心 剛才叫你觀 一切都是透明的 第六個 都盡心很重要 第七個 悲下心 第七個請做一個記號 悲下心又叫做千悲心 恐怖 千悲心是降伏魔王的 最重要的寶劍 你為什麼會著魔呢 在波爾波羅密經講 很多原因 其中有一個就是 傲慢跟狂妄 意思呢 當天 傲慢與狂妄 你就會著魔 你會修到三千大千世界 都只有你修得對好 結果那邊都修不好 舉個例子給你聽啊 什麼叫做靈友修行 有很多警示 比方說你現在 剛沒有宣佛之前 你看 都很順眼 那個靈友 很不專業 這個靈友 每次都死了 那個靈友 穿衣服 沒睡著 這個呢 慘慢 這個不發行 你懂事看人家都不順眼 各位通過 蘇東波跟佛音禪師的故事嘛 對不對 佛眼觀眾生 眾生都是佛 哥哥 請問你是什麼眼 看人家 是看人家是一堆牛糞啊 知道嗎 你聽過這個故事 我就不用再講 所以換句話 你都看成了月點 什麼叫真正有修心法的呢 注意點 不要往外看 往內自己看 這才叫入佛的新地方 你看到這個靈友 哎呀 他好發心哦 你看他家這麼忙 我當作義工 哎呀 他家很窮 還是他很發心 肯不濕 其實他沒什麼錢 哎呀 這個臉哦 好精進哦 昼夜都精進了 所以你慢慢看到所有人的領點 只看到自己 要去一點 這就是映光大師說的 看一切人都是佛仇 只有我是凡夫 注意 你修到這樣的嘛 你就快要走 你看三千大千世界 所有的眾生都看到他的佛性 我過幾天會講 我在西連閣 我已經講過 你看到蟑螂 你看到什麼 我過幾天會講 好一點 我要講的東西很多 我們環環常常看到你眼睛 就認為說就是這樣 其實看到的不一定是真的 所有的東西都會變的 所以你要謙卑一點 這個世界有橫河山樹的人都在修行 在家出家用功的人很多 謙卑一點 假如你夜修越狂妄 到最後你會覺得 嗯 那人不好 那人不好 就搬到熬去 就住在山上 最後你就越修越遠 你認為你自己修得好 你就變熬悍了 其實真正的菩薩 我先情願評價 菩薩不遠不捨棄一切眾生 若無眾生 菩薩則不能成就 阿奧陀羅三筆三菩提 真正的功德是 菩薩在人與人互動當中 他才能夠累積六度波羅蜜的功德 去累積 忍入波羅蜜 你怎麼知道自己認 好不好 人家罵你的時候 你才知道 現在你有人家罵你的句 你頂他好幾句 那你成績就很重要 假如人家罵你 你能夠念佛 或念觀音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對不對 你能夠調回你的心 你才叫做忍入波羅蜜 所以人家罵你 他造了惡業 可是你依這個念境 而修成為忍入波羅蜜的功德 你先是大怨 就是要這樣宣版 我先不是大怨 不是要我開怨的 所以 謙卑心很重要 寫下來 若你越修越驕傲 越修越狂妄 然後小心 你已經重入魔的世界 就寫在忍入波羅蜜經裡面 第三 第八 古雜亂心 這個很歸老古沙的心 常常很亂 寫下來 慢慢來 不要急 我覺得華人電影很奇怪 心都很奇怪 對不對 比如說 給個例子 你衝衝茫茫來 什麼東西 哎呀 糟糕了 浪屎在裡面 錢包在裡面 我要提醒你 你這樣的話 你斷氣會很可怕 注意聽 生的時候 是衝衝茫茫的 死的時候 也不會很暗響 從這裡就可以看 你念佛念得很快 因為就是念佛的人 心很定 心很調柔的 很寧靜的 對不對 不要急 慢慢來 你先把東西準備好 對不對 還有現代人心很急 換個方式 就換說 一點 就更加會客到兩點 下一個人 兩點到三點 三點到四點 哇 你真厲害 這樣容易往生的 你中間不用休息吧 你中間不用上廁所 所以我建議換個方式 一點人家約到兩點 下一個約兩點半 對不對 你會交通篤篩啊 所以你不可能兩點準時跟人家見面 這個就是學了活法以後 要談你的習性了 像我跟人家約都會約兩點到兩點 十五分 兩點到兩點半種間見 為什麼 可能會塞車啊 對不對 人有三急啊 要上廁所啊 人家對方有事啊 所以你換慢了 不要急 假如你的心很急 我再講一遍 生的時候 匆匆忙忙 死的時候 也不會安詳的 下面一個 不見取心 就是你要學佛法 不要有執著的見解 譬如小臣批評大臣 大臣批評靖高臣 你的見和固執 其實是我執與我見 對不起啊 這十個心 真的可以講很久 十個只能簡單講 第十個 八無上到那度 羅三秒三不提心 請看 新加坡佛亞寺 道北溫世音菩薩的化身 以六度如意如觀音 這是東意的造型 六度代表度六到五回 你看 他中間有拿如意堡 左手拿法魂 有一個手是抠的 代表空性佛爾波羅蜜 拿蓮花 所以這六個手 都拿這個 五個又拿東西 然後度中身 再看背後 是溫世音菩薩 雖然是觀自在菩薩 但是他也形成波人波羅蜜 所以後面形成中國絲綢 刺繡作 四團字 波人心經 所以 觀世音菩薩 慈悲當中 也想要有智慧 再看 剛才講 一切都是虛幻的 菩提心的顯現 就像虛空的彩虹一般 再看 只要有機會遇到日本 民革寺 金格寺 金格寺跟銀格寺 都是皇帝下靈界的 你看 他用中國禪中的山水 對不對 好美吧 美到你都不敢相信是真的 對不對 可是 再美的東西 也是虛妄 可是我放了一段篇篇 這張圖片給你看 是我們心靜如止水 你看 心靜如止水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 我們的心太亂了 我們為什麼要反覆 看不到過去 現在 未來 因為我們的心太亂了 不要說過去 現在 未來 我們小時候 可能三歲和五歲的事情 就忘記了 為什麼 我們的心太亂了 所以你必須要學波法學禪 接下來你看 歸一三寶 我們學波法 就要調補自己的心 三寶就像大海當中 一艘的法床 是你生死了萬丈的明燈 你想想看 釋迦布尼佛因地雪山苦行六年 想想 你看 他苦行到呢 連他的樂骨都跑出來 他只有吃一顆芝麻 才有喝水 對不對 你想想看 佛陀到雪山苦行六年 那想想我們大眾佛弟子呢 你用過六個月過嗎 我六個星期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精進 再看 你看佛陀講了這麼多 四聖地的教法 我昨天講 佛陀在世的時候 也沒有法規 佛陀每天就是呢 回中聖地子的說法 中午他就去脫波 晚上回來 聖地子徒講 晚上就進出 佛法非常兴盛 為什麼 因為每一個人 都能調補你的心 所以你要問我的時候 怎麼樣讓正法復興 不要講得太高的話 先調補你的心吧 假如佛教徒很自私 那人家也就不會想聽佛教 佛教徒的人心量很小 自己跟別人分得很清楚 然後呢 他也會分不及 假如佛教徒很世俗 動不動 什麼都要錢 他剛開始一直客氣客氣 最後呢 也就會想進步 為什麼 他在世間做CEO 董事長 都看過 管了很多錢 他還是這麼無腦 結果大家看了佛門的弟子呢 還是這麼世俗 所以佛在世的時候 沒有法會 沒有禪期 沒有佛期 可是佛法非常兴盛 而我們現在的佛教徒呢 當然很多活動 有些很好 有些跟法復不相應的 所以要好好地反省 好 在這裡我要請單補充各位 這是你要抄的話 你可以抄 請問我們學過學什麼 我們都是要學過學 學什麼 第一個 學習心的知識與概念 learning 你學到很多的知識 概念 是你以前不知道的 比方說你今天知道 心有很多種 心很抽象 心寡大無邊 有真心 有妄心 有真妄不二的心 有很多很多的經驗呢 那他們有沒有像衝突的 或是他站在什麼角度上講呢 你要學習 第二個 學了以後 不要只是知道學 要檢查你舊的觀念 reviewing examining 檢查你現在的想法看法 是正確的或不正確的 或適當的 或不適當的 就像我今天講 你搬到位觀世音菩薩 對不對 到位觀世音菩薩 滿你的願 我一菩薩沒有要你管願 當然你感恩觀世音菩薩 你願意不止三法 你做教育文化 慈善事業是很好 可是很多佛教徒就是不學魔法 所以懷念 懷念越冷了以後 寺廟金牌越掛越多 掛完最後呢 懷念菩薩就要 做一個鐵盤 把他住官子 結果那金牌誰拿走 廟宮拿走了 佛教沒有懷念的思想 懷念是民間宗教的思想 所以你要去檢查自己 所想的 跟學的 跟做的 想對不對 第三個 你要從佛法裡面 顯現出與正見結合的行為 action 展現你真正的行為 這要包含你的正見 以及你的羞恥 對 對不起 這幾年我在東南亞 大家都喜歡拜大悲餐 我自己也拜 但我的學生拜大悲餐 我常常用這句話去刺激他 反省他 然後我 大悲 萬事一 愿 速度一切中 那你看到蟑螂呢 奧彌陀佛奧彌陀佛奧彌陀佛 你去解了世界吧 你確定嗎 你真的他去了 解了淨土嗎 然後呢 華人 看到華人 跟印度人 對不對 我後面會講 當然我知道 生活在這裡的華人 被屬於惡毒公民 生活真的能力量 可是問題是 你有沒有想過 為什麼我們會 身在這個國家 那我們的業 那要怎麼改呢 你要有平等的大悲心 我後面會講 我今天沒有時間 因為我在看世界 我知道 明天各位要上班 所以我大概在五分鐘 到一個段落就結束了 所以你要想一想 我們佛教徒 說我們講慈悲慈悲慈悲 其實有時候佛教徒最不慈悲 所以我有個法師朋友 常跟我講 法師你們要講慈悲 要講崗悲 我說不 佛教慈悲是三世 佛教化的根本道理 所以你要想 我們宣佛學 你會聽到很多知識跟概念 但是光聽沒有用 對不對 你聽到我要放下放下 進進來的時候 你還是放不下 為什麼呢 因為你沒有去改你的習性 改你的觀念 改你的心念 你要學得怎麼樣調補你的心 有八萬事件法 這個問題要想 你所做的跟所說的 是不是佛陀所說的 這個很重要 好 就一個例子 再給我講一段 請看 三 修行的綱靡 委託了宗各法大師 所有的三藏十二部 三主要道理 告訴你 所有佛法修持最重要的三個要素 一出離心 二出離心 二出離心 三出離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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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背起來 要考佛學老師 我再提供了 為什麼呢 第一個出離心 Renunciation 就像呢 鯉魚 魚從水里面跳出來 叫出離 第二個 菩提心 菩提心 The Mindfulness of Enlightenment 第三個 空性鍵 順牙堂 這是範文 翻證英文叫 Empatheticness the View 第一個先要出離 看一下 偉大的宗各法大師 這是北京雍和宮 康熙雍正前樓 標的 銅流金的兩層樓這麼高的 宗各法大師 宗各法大師 就是文書實力菩薩的化身 後天我會放 宗各法大師的音樂點 各位聽 他就是文書無上化身 再看 他有兩個例子 叫賈朝節 一個課主節 所以 廣論在東南亞都非常多 我很贊叹 師父自己也讀過廣論 我全部都讀完 為什麼 他是文書無上化身來的 沒有一個人 會講出出離心 土離心 跟空性鍵 他三個主要的 他包含全部一切的佛法 你找不到第四個 真的 連我都找不到 你就知道 他包含一切的佛法 接下來 假如你有到 新加坡 吉拉 有一個阿彌陀佛佛地的 Center 有一個 辣媽說法人國前 他的道場 就有雕 曾科巴大師的雕像 右邊跟左邊 就是賈朝節客主 你看 藏傳佛教的人 他用黃金、銅流金的供養三包 各位要去看 泰國、緬甸 因為看到人民很窮 可是他把他的錢全部土金 做金貨 供養是這樣的理由 你看 人家就是供這樣的因 人家拿香花燈果 都是最好的供養 所以我便宜各位連友 供佛 不要那麼吝嗇 當然師父沒有要你花很多錢 有人呢 去廟裏面 去買香 老闆 你拿檀香 最便宜的 拿供佛應該是最好的 大家聽一聽 每個人的錢 福報不一樣 對不對 應該拿好的供養佛佛佛 因為十大院裏面有個 廣修供養院 你為什麼這麼沒有福報 科加拉 你很理智 客家人其實是很理智 對不對 因為我們客家人 白手起家 師父就是客家人 他說我學父 我學父 二十五年前 我每個月都一直 故事供養 故事到現在 因為客家人覺得很苦 白手起家 所以客家人呢 這個呢 得到了錢以後 不太有供養 因為呢 貼公雞一包不拔 閩南人很害怕 就是很愛面子 好來喔 人家來這裡 大家來這裡 今天我挑我請客 來沒問題 大家吃大家吃 走到後面打手機 來打招呼 趕快送錢來啊 我要打刷爆了 沒有錢了 你男人就喜歡打招臉 充胖子 你就知道 每個民族 有不同的民主型 那為什麼 這個人很有福報 因為他修 布施波羅比爾的愛 為什麼這個人很聰明 因為他深入精湛 智慧如海 為什麼呢 這個人的原因很好 因為呢 他有慈悲心 廣結很多的善人 所以你要知道 初離心 先講初離心 給我看幾張照片 我就記住了 你看看我們所住的 南瞻戶洲 這是四大天王 接下來看 你看東南西 或滿北 應該後面沒有看到 它是四面 四大天王 我們就住在這裡一下 上第一層天 四大天王 有二十八層天 每一層天 橫的算有三十三天 所以三十三乘以二十八 有這麼多天 所以上面的天 尼勒菩薩就住在這裡 都算一天樂 你看 天上 尼勒菩薩 用樂器來光復終身 你看 張傳佛教裡面講 六道融迴 六道融迴從哪來 就是我們的心顯現 那你會看到說 這六道裡面 上面有一個很可怕的鬼 那是什麼 就是指 我直 我見 六道融迴 是由我們的心所顯現的 你看 六的道 上面三善道 下面三惡道 嚴格說 菩薩跟佛 不用住在六道 你看 每一道裡面都有一個佛 為什麼 佛的大悲願性難度 所以講得更白一點 我們是看不到觀之一菩薩 因為我們是凡夫 業障很重 可是為什麼 觀一菩薩來度我們呢 它有無我力大的大悲心 所以當你念觀一菩薩 拜觀一菩薩 念大悲神咒的時候 千觸祈求千觸獻 苦海長坐渡仁舟 我自己剛學過的時候 也在拜觀之一 為什麼 那是祂的大悲願令 你看 地獄惡鬼出生 待會兒看 惡鬼到佛無善裡面去渡祂 所以這裡有個問題來了 再看 山下道 人間 對不起 人間在左手邊 天上天人 然後呢 右邊是阿修羅的戰神 阿修羅每天都跟天人打仗 為什麼 想要討天人的老婆 天人的老婆呢 很美 阿修羅可能長得很醜 可是稱心很重 可是不要羨慕天 也不要羨慕阿修羅 為什麼呢 因為天上太快樂 你會不想學魔法 舉個例子 就像JB 太多的shopping mall 你就不會想住家了 現在年輕人很難住家了 為什麼 物質享受太好 你看左手邊是人 人為什麼很殊聖呢 因為人間有苦也有樂 所以人間佛教的意思 佛在人間成佛 人間才可以行佛煞道 人間才可以念摩弦行任禮 人間才可以行六度波羅蜜 再看下面三惡道 惡鬼 惡鬼 地獄與畜生 看左邊三惡道 再看西美道 惡鬼道 兩個佛的中間有一個鬼 有沒有 就是道悲觀 睡不上 撒乾的 對不對 都是惡鬼道 是很苦的 你有沒有看過鬼會念佛信息 願必然 所以各位要精進吧 真的生命很短 再來看 觸生的 我們人間可以看到觸生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跟業力比較近 我們可以看到狗跟貓 或豬 比方說你看豬 對不對 豬活下來都說是什麼 就是苦苦苦 明明就是吃 吃就是睡 所以 你要知道 假如追丁 假如你看到這群豬 是你過去媽媽來投胎的 你會殺他嗎 所以六道路回裡面沒有植物的 六道輪迴 對 畜生道也是由人去投胎的 所以基督教認為 畜生是上帝給我們的食物 可是佛教認為 畜生道是我們的眾生 六七圈徒去投胎的 所以佛教在第一條告訴你 不要殺生 要放生 護生 救肚的眾生 要清楚 接下來再看六道路 這是我重慶大土食物開的 中間有一個佛 表示蟑螂也有佛性 你喜歡的小狗 小貓也有佛性 只是他的心 像鏡子一樣 被灰塵蓋住了 可是呢 所以我們也在天上住過 我們也在人間住過 我們也當過地獄 惡鬼畜生過 其實事實的真相 我們在輪迴裡面 我們每一個都當過男中女中過 我們當過在家住家 我們也當過帥哥美女過 也當過苦哥辣妹過 就因為太辣了 所以就繼續聞 釋迦牟裡 我們在講本聖經的時候 知道嗎 對無量無淵的大菩薩 講華原經跟本聖經 佛講他過去的故事 對不對 佛並不丟臉 因為在沒有輪迴裡面 每個人都在地獄受苦 但釋迦牟尼佛跟我們不一樣 他有菩提心 那所有的大菩薩 文書無限觀 一聽釋迦牟尼佛講故事 也不會看不起釋迦牟尼佛 為什麼 因為呢 就是釋迦牟尼佛 這麼了不起在地獄受苦 所以他今天成福了 所以當我第一次讀到釋迦牟尼佛傳 為什麼 因為淘汰率太高了 通通都被淘汰了 承諾真的很難 那所有的大菩薩 聽釋迦牟尼佛講本聖經 過去的故事 就像看電影一般 知道嗎 是像彩龍一般 是透明的 沒有實體 所以各位 你想想看 你已經從出生 長大 工作 結婚 生子 成家 這麼多的菩 你都吃過了 為什麼 學佛的菩 你更不肯吃呢 為什麼 教你念經 你就說你沒空呢 對不對 你這麼多的菩 都吃 請問你還要來生 再來買這菩薯物嗎 還要來 再來買房子嗎 這個 了顧了這個真理以後 這個叫做真正的初比心 好 這個我還沒有講完 講一半 明天繼續講 好 接下來 第一天跟第二天 想帶大家唱 《月葬經吉祥發願文》 請大家翻開第八頁 昨天我有唱過 然後有些靈友呢 《月葬經吉祥發願文》 好 請看 講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欣赦生命 为主兵人骨 以为兵众生 兵法旧自然 我欣赦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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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欣赦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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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欣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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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 无色善莫地 恨沙古德树 明霸旧时达 我即为佛人 主在一千里 愿说无量 明霸旧时达 我即为佛人 今生全容 即生生之间 对真正发言 我明和众生 以死而成熟 阿弥陀佛人 今生全身 真正发誓 我即为佛人 今生全身 真正发言 我即为佛人 今生全身 真正发言 我即为佛人 今生全身 何不知 祖而写见我 反之与你尊重 四中的公养 好,各位先生,非常壮严 这是释迦牟尼佛多深多景的大悲愿力 所以希望各位可以在家礼品 初一、十五、六载日或十载日 你会唱,你也唱,不会唱的就念也很好 你可以念三遍,唱三遍,再供登,然后再上下 这有功德力是很大的 在东南亚文法呢,很多道传呢,我都会教 很多人第一次听的时候,眼泪流满面 没有关系,代表有善根 你听到佛的愿力 请看,第八页,第五宋 魏文,吴迪乎,吴良,阿森奇 备受种种苦,令伐久至难 释迦牟尼佛无量极,生生世世救互众生 在法华经里面讲,我们没采过的土地 现在你们采的地板,每一块的土地 都是释迦牟尼佛流血流汗,救互众生的爱 所以当你愿力愿波,你会愿感恩释迦牟尼佛 如果没有佛陀的恩德,我们这个世界的终生是闻不到的魔法 没有佛陀的恩德,那我们更不可能在释迦牟尼佛的法院而出家 所以,不管你修任何的法门,你都应该感恩本师释迦牟尼佛 正法路在世间,要靠你羞耻,正乎 不是靠很多外人的东西,若佛不利子,不学习佛法,不羞耻 那我们会被外道人向,当断气的时候呢 我们就像台语讲,空空世啊,空空世 那你断气的时候,你自己受不了主,轮回是很苦的 所以希望大家要常常想到,轮回是很苦的 目的是要让你升起朱零星 今天的奖金八月就到这里 谢谢各位,平天见 三问训 李谢法师慈悲开示,三问训 好,一问训 那这样我们还会回去开车慢一点 所以,每天在五天见,谢谢 对面排班,恭送法师 请,听着,好,跟着念六字那一笔 为自己,为地震的钟声,听着声音 外面的坐立,若需要的话,你可以过来一些送给你的情报 我妈咪安慈离 我妈咪安慈离 我们的天啊 Om Mari Bebe Ho Om Mari Bebe Ho Om Mari Bebe Ho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